罗伯特·瓦德洛是人类历史上有记载的最高的人 1940年6月27日对他进行最后一次测量时 他的身高达到了惊人的2.72米 他从幼年开始就以惊人的生长速度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因为在他六个月大的时候 他的体重就达到了不寻常的13公斤 这种超长的生长速度一直持续到1929年 就在他12岁生日前不久 医生发现他的脑垂体过度活跃 分泌过多的生长激素 脑垂体分泌过多是导致瓦德洛身材出众的根本原因 为了适应他的超长身高 在他上小学期间 医生为他设计了一张特别的客桌 瓦德洛作为林林兄弟马戏团的一员 开始了全美巡回演出 不仅展示了他的高大身躯 还展示了他那双从手腕到中指之间长达32厘米的大 手 9岁时 他背起身高1.8米 体重77公斤的父亲 展示了惊人的力量 由于体型庞大 他只能依靠腿部支架和手杖行动 不幸的是 1940年 他的腿部支架受了伤 导致水泡感染 并且久之不遇 1940年7月15日凌晨1点30分左右 罗伯特·瓦德洛离开了人世 即使在下葬时 他那非凡的体型也是显而易见的 因为他的棺材重达半吨 需要12个人才能抬动 罗伯特和他的父亲走了30多万英里 走访了41个州的800多个城镇 宣传公司的鞋子 然而 就在其中一次巡演中 罗伯特得了一场致命的病 在参加完1940年 密歇根州马尼斯提国家森林节的独立日游行后 他回到酒店房间就发烧了 罗伯特生病的原因 是他的右脚踝上长了一个感染性水泡 这是新安装的铁支架摩擦皮肤后形成的 由于四肢没有知觉 罗伯特一直没有注意到伤口 在拒绝去医院后 罗伯特在酒店房间里接受了医生的治疗 尽管接受了紧急手术和输血 罗伯特的病情还是逐渐恶化 1940年7月14日晚 罗伯特最后一次与父母通话 这位卧病在床的22岁少年 对无法参加月底祖父母的 今婚周年庆典表示难过 医生说我不能回家参加庆祝活动啊 罗伯特瓦德洛当晚就睡着了 再也没有醒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